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压力可不小 2007年玉龙集团小公主Michelle 第一次在镜头前曝光 已经两岁多 绑着辫子头依偎在妈妈怀里 由于说陈丽莲为了求子吃尽苦头 排卵针 黄体素该式的一项都没少 不过却周刊报道 女儿并非所生是找带领孕母帮忙 十年后夫妻俩在五十岁高龄宣布长子出生 尽管外界质疑声浪不断 依旧不影响夫妻感情 历练都很 就是从结婚到 我们其实没有结婚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很近 后来结婚的时候当然就更近 她很照顾也很照顾母亲 那有一些看法 我当然我现在就会学会 更要尊重老婆一些 太太永远是对的 对 不只听老婆的话言谈间 也看得出她对孩子的疼爱 首先要感谢神赐给我这个小孩 第一个 我的教育是 我绝不强迫 我对她零期待 只要快乐就好 生女生子过程传言四起 但颜凯太始终没有对外说明 如今仍已离世 也让传闻更增添几分神秘 下期喜欢众号报道